范迪刚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 2月2日下午 在圣伯德路大殿主持弥撒 与全球各修会的男女会士们 一起庆祝圣母献一苏与圣殿日 和第21届奉献生活日 教宗提醒会士们 得过且过的诱惑 会导致奉献生活枯竭 因此必须帮助弟兄们 背起十字架 因为受到了伤害的世界 祈愿获得复苏 参里德各修会男女会士们 手持点燃的蜡烛 列队进入圣伯德路大殿 使大殿被这些教宗祝福过的蜡烛照亮 会士们的歌声 似乎与昔日伊路撒冷圣殿内 赞美天主的声音相呼应 那时西莫安和亚纳 看到玛利亚和若瑟 将小伊苏奉献给上主时 发出的赞美声 教宗的弥撒讲道 从路加福音 祭述伊苏 被陷于圣殿的事迹谈起 他解释道 西莫安和亚纳 之所以赞美天主 是因为他们在与伊苏的相遇中 看到了希望的实现 的确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重获喜乐和希望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避免得过且过的心态 只有这样 我们的生活才能结出硕果 我们的心灵 才能保持活泼 我们应把伊苏 置于他应在的地方 将他置于子民当中 在目前的 多元文化转折时期 奉献生活者 必须进入 这重大转变的中心 成为民众的教母 依照各自的特恩 着手耕耘 帮助那些 经常被撒在 有子中的种子 长出麦子 那些设计者 和其他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